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再同大家更新疫情的資訊。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,山頂醫院的醫務主任大華浩說收到通報說, 有一個在全民核心檢查中發現一個十混一的可疑陽性個案, 聯絡10人接受福檢,當中發現一位人士早前在外地確診回澳門治療康復出院, 再次核酸檢查確認極弱陽性,施施直40.5,基本上無傳染性,社區風險極低, 行政長官何可成為防止新冠肺炎病毒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傳播 而在2021年10月6日零時起,持有由衛生當局認可的合資格機構發出的 24小時內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的人士, 先可進入出入境事務處的離境區域。 按照現在看,真是頂嚴,都不是出關,現在是離境區域,都要有24小時核酸才可以。 第64至66例,68至71例,72至75例是否有關聯方面傳染病防製疾病監察部協調員就說, 實驗室將72例病例與第64至66例,68至71例做對比,全部都是Delta病毒,相似度是100%。 在基因學上看,這個病例是同一個來源,72至75例及64例是土耳其輸入病例, 之後隨後引起65至66例,68至71例都是同一個來源。 在流行病學上看,現在的調查發現,66例及第74例兩名患者, 在9月14日曾經坐過同一輛巴士。 根據車輛監控,兩個人站的位置很近, 以及曾經摸過巴士同一條處的位置。 在流行病學上認為空間及時間上有交集, 不排除兩個人有機會通過這一點來做傳播風險, 當局便會繼續流行病學調查工作。 在72至75例確診以來,通過流行病學跟進586人, 其中密切接觸者有59人, 共同軌跡有276人, 次密切接觸者有251人。 上邊是今次的資訊, 現在的傳媒相檢測就說測到一個復常個案, 不知這宗又會不會計上確診個案呢? 不過怎樣也好, 現在我們要出境都要在大陸那邊批才行, 如果這宗事在大陸那邊, 就應該會自行判斷是不是個案的。 跟住又是看回現在特首出的新批事, 就說進入出入境事務站, 離境區域都要有24小時的核酸才行, 這樣的話即是說現在很多事基本上都要收到好嚴。 現在最新這幾宗病例根據政府方面查出來, 有好幾宗都是傳染力很強的Delta病毒, 而且還有一宗仍是29號那天, 就同一個巴士摸同一條柱就說中過招。 如果真是那麼容易中招的話, 那這班患者去過的地方是否都應該有好好地消毒一下呢? 我想講到這裏大家都應該明白我想講些什麼。 今集就同大家先看到這裏, 大家有什麼想講就在下面留言,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吧, 拜拜!